民進黨立委洪生漢接任勞動部長 他在臉書發文提到 這份邀約背後是沉重的期待 他會接下挑戰全力以赴 用心的身份承擔改革的責任 並請外界不要對他說恭喜 針對勞動部長人事案 行政院長卓榮泰指出 洪生漢出身公民團體 長期關注公共議題 生活勞工團體的信任與肯定 未來希望他能提出符合 國家發展人民期望的勞工政策 過去洪生漢在立法院未還委員會 積極推動勞工政策與議題 台灣的低薪問題需要一起來面對 那尤其是立法院也應該要來制定 來協助改善低薪狀況的法律 所以在這個會期 這個朝野都有共識 一起通過了 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的修正案 如果企業擴大聘雇繼承員工的話 我們願意給助稅優惠 第二個 如果企業給予繼承員工 加薪 這個政府也會給企業助稅優惠 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政府幫助中小企業 中小企業可以幫助勞工 不管是擴大聘雇或者是加薪 讓這個經濟發展的博士 可以讓基層的員工享受到 也可以讓廣大的中小企業享受得到 對於洪生漢接任勞動部長一事 看護雇主協會發出反對聲明 認為洪生漢長期側重外籍看護工權益 無視了台灣失能者家庭的招呼需求 但有網友卻認為 資方討厭的人選反而證明他失任 更有人直言 這篇聲明根本是在稱讚洪生漢 洪生漢長期投身社會運動 台灣環境運動史上的重要衝突現場 都能看見他為居民抗爭的身影 從社會運動的倡議行動走向實務政治 洪生漢過去在節目上也回應自己的初衷 我覺得民進黨我覺得有一個很好的地方是 確實是從黨外時代到現在 我認為還存在著一些改革 包括跟理想主義的傳統 那當然這些理想主義的想法跟精神 你要把它給落實出來 你當然會需要很多務實的政治的判斷 跟考慮這樣子 那到目前為止我確實覺得民進黨是有這個空間 其實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怎麼讓大家想做的事情 然後在一個好球袋裡面 然後可以想辦法持續的往前走